哈囉大家好我是Hack 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零件是機殼 在影片開始之前邀請你訂閱Enterbox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大家按讚加分享喔 機殼算是電腦零件裡面 與電子業最不相關的 應該算是傳統製造業吧 連未期跟電子的相關性不高 所以通常挑選時除了價格和擴充性之外 其實還可以考量個人的喜好 或者材質、重量等 稍微好一點的機殼在宣傳上 就會強調一些元素或是設計的用途 例如遊戲、側透玻璃 RGB、靜音、直立風道等 當然要買機殼 我們還是要確認一些規格上 知道能不能跟其他零件搭配 那我們一一來介紹 然後用兩個例子 來讓大家練習 第二點 我們先留意到機殼的大小 這個大小基本由主機板的大小決定 主機板大小通常分為 EATX ATX MATX 還有ITX 所以機殼也會標示 它最大支援的主機板大小 如果你挑的主機板是ATX大小 那用ITX和MATX的機殼肯定是裝不下 要用ATX或者EATX的機殼 才裝得下 所以這個大小順序記好 挑選上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第三點 我們要留意散熱器的尺寸 選購機殼也要注意散熱器高度 尤其是塔式的散熱器 因為塔式散熱器通常真的都挺大顆的 加上要是機殼比較小 比較窄 可能就沒有辦法放得下 十幾公分高的散熱器 到時候側板蓋不上可就糗了 另外機殼也可能因為空間小 容納不下360水冷 這也是比較常發生的狀況 第四點 我們要來看顯示卡的安裝 因為幾萬元的高階顯卡 長度真的都挺長的 有時即便看起來很大的機殼 也不見得放得下 因此選購電腦時要留意顯卡的長度 是不是放得進去 有的機殼是設計讓 消費者自由取捨 如果你希望放下大張的顯卡 那就不能放一點價 當然如果你買的是中低階的顯卡 基本上是不會碰到這種問題 主要是高階顯卡比較會遇到這種問題 另外有的機殼也支援直立式顯卡擺設 可以讓顯卡正面朝外 看起來更帥 也可以避免顯卡太重下垂的問題 如果直接插在主機板上的顯卡太重 也有號稱科技竹塊 顯卡支撐架可以作為輔助 第五點 我們來看看電源供應器 在一些尺寸特別小的機殼 也要留意一下電源供應器的大小 通常一般大小的機殼 可以裝ATX大小 但一些比較小的機殼 可能就只能安裝SFX 或甚至有些廠商 已經會配好電供給你 第六點是硬碟空間 選購時我們要特別留意 硬碟空間會分為兩種 一種是3.5吋硬碟 一種是2.5吋硬碟 那機殼通常都會標示 它支援擺放多少的3.5吋 以及2.5吋的硬碟 要是你的硬碟太多 機殼裝不下的話 那你的硬碟就可能通通會變成 SATA的外接硬碟囉 第七點 我們來談談IO 大多數的電腦機殼 都會有前置IO 但有的機殼的前置 是在正面 有的則是在頂面 所以在選購機殼時 也要好好想想 你的電腦到底是要放在桌上 還是桌下 如果你是放在桌下 但選擇前置在正面的 以後要拔插就要蹲下來 不見得那麼方便 反之如果你的機殼是放在桌面上 而前置是在頂面 那每次 插拔又要站起來 可能也不是那麼方便 例如S400這個機殼 預計是當作NAS來用 不會放在桌上 因此前置IO在頂部 就比較符合使用情況 此前置IO也要考慮於 主機板的搭配 例如 主機板上的USB是哪種速度 能不能與機殼配合 這部分就是主電腦時要稍微考慮到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兩個實際的例子 像我們之前開箱過的這款 InWin 905 就是可以支援到 EATX的機殼 銀廣是知名的機殼品牌 在台灣有自己的工廠 也有做代工 常常推出很前衛很有設計感的機殼 像這款905 就是Enter認為 2019最棒的機殼 從外觀來說 一整面的鋁美合金面板 延續到機身後方 表面綿密的觸感 不管是視覺還是觸覺 都能感受到高度的一體性 雖然看似簡單的設計 但加工要控制到極小的誤差 保持組裝的精確性 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功能方面 我們也可以從上面的概念 來看這款機殼 除了EATX的主板大腦之外 它也支援16公分高的塔扇 底下也可以裝360的水冷 而它的顯卡 則可以支援到33公分長 符合主流大部分的高階顯卡 再來它的電源是ATX規格的 接下來是硬碟空間的方面 它的硬碟可以裝上兩個2.5吋硬碟 以及一個3.5吋硬碟 也可以將3.5吋硬碟的架子拆掉 改放兩個2.5吋的硬碟架 而原廠設計就是兩個2.5吋 以及一個3.5吋 最後我們看到IO的部分 它所有的IO都放在側面下方 因此可以感覺這個機殼 主要是希望大家擺在桌上 因為如果擺在地上 其實要開機或是連接USB 就很不方便 那在規格方面呢 它有兩個USB接口 耳機以及麥克風 以及一個支援到10G速度的 USB Type-C 除此之外 905也有很多功能特點 首先 其兩側都是一鍵按壓 就可以拆卸的側板 非常方便拆裝 其實是在主機板的位置 背後有一個超大的 鏤空 方便使用者在日後更換散熱器 就不需要先拆主機板 才能安裝散熱器喔 我們已經會看規格了 那看看 Cooler Master S400 這款機殼 Cooler Master也是 非常知名的機殼品牌 其平價產品 也有不錯的品質 非常具有CP值 而且款式也非常多 滿足不同族群 是入門者的好選擇 像這款S400 它支援的主機板大小 就是MATX 所以你已經知道 它支援MATX 還有ITX的主機板 但EATX 還有ATX 就不支援 有時候 我們可能會堅持 一定要有ATX主機板 但是又很喜歡 S400這樣的機殼 那怎麼辦 其實可以留意看看 很多廠商都會在 設計機殼時 整理出一系列 造型類似的 對應大小不同的主機板 像是這款S400 是MATX的 可是它哥哥S600 其實外觀設計跟它一樣 不過就有支援到ATX 這樣就解決啦 再看看其他參數部分 它的風扇高度 最高支援到16.7公分 顯卡長度 最長則可以支援到31.9公分 最多可以安裝 4個3.5吋的硬碟 以及4個2.5吋硬碟 另外它還有一個5.25吋的空間 讓大家可以放光碟機 前置則支援兩個USB3.1 Gen2 還有一個SD卡圖卡機 如同前面說的 機殼除了大小尺寸差異 但也有很多功能性上的區隔 例如這款S400主打的是靜音機殼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前面板 以及側板 都貼滿了海綿 可以減少噪音擴散出去 殘米爾官網 也用了6次靜音 低噪音 這樣的關鍵字 而另一款則是玻璃外觀的 我們就可以看到 庫媽的機殼 在一系列中 除了支援不同的大小 側板也有不同的樣式 可以滿足不同的使用者 以這次選擇的 S400中規中矩 內斂的線條 沒有絢麗的RGB燈效 在視覺上 給人感覺就很穩定 比較像是工作機 這點你就可以感覺得出 它跟主打遊戲取向的機殼 採用大量玻璃設計 是非常不同的 給人的感受 也就很不一樣 看完兩個案例 大家可以以同樣的經驗 自己練習看看 我們再開始講一些進階的 在小細節上 我們可以留意 底部給電源供應器的濾網 是不是可以抽換 這樣之後會比較好保養和清洗 另外 如果你的機殼頂部有風扇 也要注意落層的問題 進階一點我們還可以考慮到 風壓的安排 分為鎮壓 負壓 先說負壓好了 就跟醫院看到的隔離病房負壓 是一樣的道理 風到都以向外排出為主 長久以來 比較便宜的電腦 或是套裝電腦 大多是這麼做 常常看到整個機殼 就只有一個後方的排風扇 那缺點就是機殼內 很容易積灰塵 因為負壓的關係 空氣會帶著灰塵 從機殼的任何空隙跑進來 負壓的相反概念 鎮壓 就是進風大於出風 這樣空氣就會從機殼內往外 只要顧好進風口的乾淨和過濾 機殼就很好保養了 但如果環境很惡劣 而且進風口也沒有做好過濾 那鎮壓也只會讓你的機殼裡面 積滿灰塵 最後一點 就是做工和細節啦 平平同樣是機殼 為什麼架它可以到5倍10倍 除了少部分的品牌溢價 更多來自於設計 細節處理 工藝工許 還有售後火舞 好的機殼 除了表現在外觀上 在材料上也會比較好 而且組裝時也會感受到 設計的巧思 風道設計也會比較合理 理線起來也比較好 左手 板材的邊緣也會有更好的處理 避免刮到你的手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Enterbox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留言在下面 讓我們知道 那我是Ha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